上海发布了有史以来最强的房地产救市政策 那么现在到底是不是一个买房子的最好时机 相信劝您买房的很多都是房产中介 因为他们需要挣钱 那么我们就冷静的看待整个房地产发展周期以来 中国总共有过几次的救市行动 首先我们中国的房地产 其实是从98年开始有的商品房 当时取消了福利分房 那么到现在的话 可能我们整个房地产的生命周期只有26年到27年 我们总共经历了三次救市行为 第一次是08年 可能当时的话全球的金融危机 比如说美国的这种房贷次贷 然后造成了中国大量的这种4万亿 再叠加上了派生货币 可能整体流入到的市场 确实是我们需要用房地产去稀释这一部分过剩的资金 那么到了2014年 我们又开始推出了不同的政策 然后开始去喊花去库存 因为房地产你确实建造了很多 而且房子确实是可以说是最近这几十年里 可以说这20年里你找一个好工作 都不如买一套好房子挣得多 这个真的是良心化 然后第三次就是我们从去年的830开始的救市政策 一直到了今年的517 那么上海是作为整个的一线城市里 第一个开始降整个的一个救市政策的 其实你会发现可能打响第一枪的是武汉 或者是杭州或者成都 但是上海其实是它的意义是比较非凡的 因为它的城镇化是几乎全国第一的 可以说它的城镇化达到了90%甚至95%左右 这种情况下 而且它降低的这一次的政策 首先它的一套房贷款利率低到了3.5 二套房 二套房是3.9 然后整体的公金金 如果你是多子女家庭 甚至可以上限到192万 192万的公金金贷款 你要知道它的这种利率可能会比商贷30年以后会少还几十万的利息 然后还有就是对于整个的非户籍的人员 比如说从5年减到3年 甚至从3年减到2年 而且它整个对于企业的鼓励 比如说给员工的这些住房 可能是小于70平民以下的 然后不做限制 你就会发现就连上海都开始整个的房地产就是政策 那么是否意味着我们全国其实房地产 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开始抢人的一个时代 就是人永远都是最重要的 就像以前很多的大佬都说21世纪什么最重要 人才最重要 那么对于城市的发展什么最重要 就是你居住的年轻人 你要记住是年轻人 可能老年人会是一部分的消费 但是年轻人才能创造整个一个城市的活力 或者是整个的研发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有的一些城市 比如说引进的各种优惠的政策 然后人才引进甚至长江学者 但是这种情况下 其实没有多少人才的流动 因为大部分的人才都会跟着整个产业的不同 去整个的迁移 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 从517以来 整个的给你的贷款刺激政策 比如说3000亿 而且还可以展期再继续的贷款 整个可以说大约的话5000亿 展期四年 这种五年的时间 然后又叠加上整个的低首付 很多人都去吐槽说 因为你的低首付 造成了你普通居民需要贷款更多 那么这里我们就来看一下 整个居民部门的这种负债率 其实你会发现我们这个杠杆呢 相对来说对于普通人来说 可能大家认为觉得是偏高 因为我们曾经的话 可以说大家没有这种身上被负债的一个概念 就是从了2010年以后 大家开始讲这种什么改变生活质量啊 然后提高整个的这个生活状态 然后你开始觉得去海淘或者去购房 改变整个所有的一系列 然后呢去让你的消费升级 这种情况下你会发现消费升级的那几年 确实大量的银行开始发信用卡 然后呢居民部门开始背负负债 然后从十几二十几一直到现在的六十几 这种情况下 但你放眼整个的全球 可能欧洲或者美国 他们的负债率其实是比我们还高的 但是我们要考虑到一点 就是居民部门的债务和整个GDP的比值 还有就是居民的收入和债务的一个呈现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一直跟大家强调的 就是我们的个人信用体系 其实建设的是不完善的 完全就是邯郸学部从外面扒过来 扒过来以后 但是你又没有土壤 可以说一句跑题的话 就是现在如果一个所谓的老赖 不求整个他的城市 他把所有的资产转移 其实他在他当地的城市 他的生活 其实是没有受到多大的一个改变的 所以说我们的征信体系 真的是需要过度的一个去完善 然后再继续的回聊到整个的房地产 其实房地产的兴衰 完全就是与我们整个的基建 还有我们城镇化的建设是城镇比的 这种情况下我们都知道 当整个出现衰退周期以后 此消彼长一经落万无生 毕竟房地产是属于一个上百万亿的 大市值的一个蓄水池 当它倒下以后 肯定会滋生出很多 比如说股市或者科技或者各种的扶持 像我们这种第三次的整个的大基金的 这一个3444亿 前两次的话可以说加起来都没有这一次的多 然后也可以看到整个我们对于扶持高薪科技的一个决心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就可以去回想 2014年的时候 其实可以说就是货币蓬海化的一个初始 当时的话很多的资金 其实都是通过PSL工具去流通到市场上的 然后当时可能是趋不存 那么我们去回望一下 曾经14年的时候都出现过什么刺激政策 14年最开始的时候 其实它是有一个930的政策 这一个政策标志着全国性的宽松周期重启 可以说它是包括了这种放松现代和货币的宽松措施 然后到了2015年又开始出了330的政策 然后进一步的去加码宽松整个包括二套房的首付比例 或者是缩短这种营业的税征的这个年限 然后到了2015年又出现了930这个政策 可以说每半年左右就出现另一个新的政策去刺激 而且这种提高公积金的贷款比例 降首付 然后到了1617年的时候 这种16年出现的217政策 但是我们要知道15年曾经中国有一个疯狂大的一个快牛 你会发现中国人其实挣了钱以后 大家都很喜欢去买房 去改善整个的你一个生活品质 那么你就会发现当时的情况 无论是所谓的什么杭州啊成都啊 或者一些其他的网红城市 全部都出现了疯狂的上涨 因为你会发现你买到就是赚到 可以说就是这么的疯狂 这种情况下的话造成了开始整个房地产市场 通过了两年的刺激开始逐渐的去说 我们房住不吵要去降温 但是这种情况下已经控制不住了 所以说如果我们代入到现在第三次的整个房地产救市政策 你认为现在是房地产政策的底部吗 我个人肯定是不这么认为 尤其是整个对于我们现在的资金使用率 曾经的话其实你去银行贷款 很多的时候你得求爷爷高奶奶 到了现在你如果去银行贷款 银行甚至把你封为座上宾 你就知道银行现在往外放贷的压力有多大 所以说这一次降首付比例只是做了一个试探 让更多的人想要去尝试去买房 可是你去认为房价这一个维稳的状态 因为我们当时大部分人其实能获得贷款的 除了以前15年以后就是往后的这一段时间 可能信用带或者信用卡 但是之前的时候大家普通人想要去抵押的话 你唯一的抵押物就是房产 所以说这个只是单纯的居民部门的商品住宅 或者是学区或者其他的细分住 这种相对来说住宿的一个房子 但是我们又没涉及到其实还有更危险的两个 第一个就是整个的工业园区 大部分的工业园区 第二个就是整个的商业写字楼 然后后续继续再跟大家去聊 因为这一期可能时间有一点超了